一般来说动漫角色会赋予诞生日期 即生日 作者不需要赋予这个节日什么特殊意义 甚至在作品里没有出现过 但只要该角色或者作品火了之后 那么无论是官方还是粉丝 都会在一段时间庆祝他的生日 从官方的角度来说 当然可以借机搞活动 缺一波粉丝的爱 从粉丝的角度来说 当然是有期限的真爱 所谓的有期限就是这段时间该作品或角色火热 而你还喜欢他 那么自然会记住他的生日 一旦热度与喜爱度都没了 不正是期限已到了吗 但作者很少会赋予角色的死期或忌日 除非该角色死亡的日子正好是某些特殊日子或节日 至少让读者或观众知道月份日期 否则 多数都不会添加详细的死亡日期 一方面是觉得已经死亡的角色 没有在现实中悼念忌日的意义 另一方面如此悲伤的日子 官方也不好借此圈一波吧 所以 我们也许知道某些角色已经死亡了 但无法知晓去提日期 不需要知晓年份 而在近日 日本气象专家森田正光就通过月灵分析出来他的忌日 猎狱性寿狼 森田正光是资深的气象预报员 观看完鬼灭之刃去长版后 他就对该作出现的月亮 包括与月亮有关的十二鬼月充满兴趣 于是就蒙生珠计算炎著死亡日期的念头 十二鬼月中上贤与下贤就是借用行儒公的半月命名方式 满月大约过了七天就变成儒公贤的半月 公贤朝上叫做上贤月 公贤朝下叫做下贤月 而上贤月大约过了七天就会变成满月 重复上述周期 满月之后的半月就会是下贤月 而通过月亮的形状是取决于太阳与月亮的位置 那么就可以通过月亮形状与高度推断当天的时间 于是我们去看剧场版的时候就可以推算月亮市 第二十三天左右 1915年间 炭治郎是大正两年进入修炼 两年后的大正四年通过最终选拔加入鬼杀队 那么炭治郎就应该是大正五年 1916年进入到无限列车战斗 在根据车上乘客穿着薄外套 大概只是刚进入冬天而已 当时全球暖化还没有受到城市的影响 气温要比现在的低两度 所以大概是11月或12月 再根据天文台的资料查询 大正五年11月或12月有月零23日的时间是 11月18日深夜到19日和12月19日 但是12月19日的月初时间是0点32分 要达到剧场版中月亮的高度就要过两点半 显然时间有点晚了 那么11月18日呢 月初时间是23点50分 11月19日凌晨2点的月亮高度正好与剧场版吻合 正是梦魇开始启用时间 也就是说11月19日黎明到来之际 是观众泪流满脸之时 你还不相信 他继续补充了当年的气象图 1916年11月18日有台风到来 他所带来的水汽 让关东地区19日早上6点有误生成 如果鬼灭舞台发生在关东地区 那么就符合野梦战斗时起雾的场景 这套逻辑简直让恶语老师都不好意思否认了 也让我们都震惊了 这就是考据党考据到旗帜的程度吗 然而日本网友并没有集中在震惊 而是愤怒 毕竟推特上诞生出猎狱的 纪日相关热门话题 有些人说这是活生生的剧透 自己还没有看到剧场版或者刚追漫画 就被这个所谓的气象专家剧透了 但有些人提到这种事也叫剧透 剧场版已经上映一个月了 漫画也都结局好久了 还不知道猎狱之死的人 估计只有才刚入坑的人 对于粉丝来说早就知晓或被剧透的事情了 虽然气象专家分析的条条是道 但是火车专家要站出来说话了 否定了气象专家说是大正五年的假设 DV动画第26集最后出现的是8620行征系火车 可以确定是前方的连接器是自动连接器 北海道是在1924年 本周以南是在1925年 将长期使用的螺丝是连接器全部更换为自动连接器 会查去做余估计 收集中的连接器分析 在1925年 所流入途的 感谢观看